截止小编发稿前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快飙升至150万 死亡人数也逼迫来到10万大关 10万的死亡人数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立下的flag 结果随着确诊病例的不断飙升 总统也是越来越慌 生怕因此而影响大选落败 损兵折降 于是甩锅的步伐跨的也是越来越大 5月13日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的一次采访中 又放出了惊天言论 他表示 他曾与习近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是由于中国没能很好的遏制COVID-19 他现在不想和习近平说话 特朗普还说 关于对中国采取的制裁措施 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们可以切断所有的中美关系 这么做可以给美国节省5000亿美元 我们且不说能不能省下这5000亿美元 就现如今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关系 是那么容易分分钟一刀切的吗 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库德罗 在被问及美中贸易协议是否会就此破裂的时候 他立刻回应 绝对不会 特朗普屡次出格的言论 也迎来了政府内部其他官员的不满 5月14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国会山庄向记者表示 特朗普再三攻击中国 只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 力求让民众不再注视政府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初期的行政错误 这个指责可谓是一针见血 在全力拿下今年大选的路上 特朗普生怕自己承担起这次抗疫不利的责任 但是还有个道理就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正如佩洛西所说 与其将注意力从可能已犯下的错误转移开 不如将其放在一旁 并朝着为美国人民利益 共同努力的方向往前走 小编对此真心认同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 为人民负责任的领导人 现在最应该做的事 面对特朗普又一次挑衅言论 中国官方媒体也做出了回应 环球时报5月15日刊发题为 特朗普在错误时间对华发错误威胁的评论回击说 这话非常的轰动 但是如果人们记得 就是这位总统 不久前在记者会上建议 新冠肺炎患者注射消毒液来杀死身体里的病毒 再听他这么说 大概就不会吃惊了吧 可谓是刚柔病济 幽默诙谐的回复了 面对中美关系之一紧张 美国政府的确非常针对中国中国美企业 出台了很多不友好的政策 比如美国联邦通讯会 于4月21日表示 可能会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关闭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 及其中一家企业 在美此公司的美国业务 而另一中国大厂 华为也是经历了美国政府不断找麻烦之后 于去年宣布彻底退出美国 这次的疫情仿佛像是一剂毒药 彻底扎透了美国的神经 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持续两年的战斗 只是热身的话 那这持续了三个月的疫情将战火彻底推向了高潮 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将何去何从 谁都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但是曾经的岁月静好 将会成为永远的历史